高雄前京區中華四路上有一間公關酒吧 傳出了火警 情商貨報立刻到場 儘管沒有人受傷 但最後傳出有兩名的消防人員送醫 學長姐當時消防人員進入二到三樓搜索 就在準備撤退時 一名業性消防員 他的手臂跟腿部遭到燙傷 而另一名亡性消防員則是脖子燙傷 送醫預防性的插管治療 而對此高雄市長陳其邁 已經協請醫院 給兩名消防隊員最妥善的醫療照護 也立刻請消防局來了解 消防隊員進入火場後的狀況